粉丝提问,突变团径以后会加入并联弹侠吗?为什么呢? 并联弹侠是暗夜危机里的专属配件,能够大幅度增加枪切的弹容量 步枪30发弹容量变成60发,那么突变团径以后会加入吗? 教会认为极有可能,原因有三点 一,携带子弹有限,在突变团径中,荣物携带的子弹是有限的 所以不管你弹侠是什么,能装多少发子弹,反正你只能用固定的那么多子弹 所以加入并联弹侠,并不会对平衡性产生多大影响 反而因为弹容量多,更容易打空子弹 二,只有步枪能装,并联弹侠这个道具只有步枪可以装 作用也就是将弹容量翻倍,30发弹容量的变成60发 20发弹容量的变成40发 而普通扩容弹侠是30发变40发,20发变30发 总体来说加强并不大,完全可以接受 三,以后丧失必会加强 现在的突变团境是2.0版本 已经加入了很多新丧失新技能了 以后势必还会更新3.0版本 到时候丧失会更强 加入并联弹侠能加强人类 是个不错的选择 小伙伴们,这次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,我们下期见